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然後我現在來到的這邊是長崎空港 來到九州了 今天來到九州要做什麼呢 這支影片我想要帶大家去看一下 九州的一個叫島原市的地方 然後大家知道嗎 其實日本有一個叫做 Geo Park 島原地質公園的地方 島原地質公園總共有三個市組成 他們是島原市 雲仙市跟南島市所組成 然後他們這邊是火山的一個地形所組成 所以有很多關於火山的資源 或者是受到火山恩惠講究溫泉之類的東西 然後我今天想要帶大家去那邊看看 就是來一個Ciu旅行 今天就跟著我一起去九州的島原市走走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是島原市 它這個電車超可愛的 只有一截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的一個地方叫做大山東站 然後那邊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景色 而且我們剛才這邊的站務員非常的熱心 我們在買票的時候原本單程是1200 八海290日幣左右 然後我們買完之後那個站務員就跑出來說 你們今天會那個來回嗎 我們說會啊 他說他們現在有那種套票 就是一天隨便你坐一下 日幣兩千塊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坐這個非常可愛的電車 然後帶大家去看一下我們今天的第一個景點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大山東大嬤站 然後這邊據說這是跟海最接近的車站 那你看後面呢 這後面就是有名海 然後再到對面那邊大概就是熊本左右的方向 大概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這邊很適合拍照 像比如說那種IG的照片 這邊拍起來就是非常的有view 然後這邊有一個像這樣子的小椅子 而且這個車站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還有在就是賣那種 就是有黃色的小方巾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寫上你的心願 你就把它掛在這邊 你就可以看著你的小方巾的隨風飄揚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來這邊拍拍照 然後順便等一下去寫一個心願吧 OK 就是這一個手帕 一次是300塊 除了黃色的這個手巾之外呢 它還會有這個小徽章 OK 喔 我的徽章是這一個 超可愛的 然後這個就可以在這邊寫上我們的心願之類的囉 這個車站真的超漂亮的 而且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後面的這個海 它其實在那個退潮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這上面的沙洲 然後遠遠的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的 那個一根一根的那種像是木頭一樣插在海裡面 那個是種植海苔的地方 在這邊可以感受到它們這種與海共生的感覺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是島原站 然後我們等一下在這邊呢 我們要去買一個叫做島美久林的巴士的車票 然後我們再帶大家去另外一個 可以讓你好好的放鬆身心的一個地方 聽說那邊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們現在就進去買車票吧 好 耶 我們現在買出來了 就是這個 它這一箱是一本書的感覺 然後你到時候坐巴士的時候 你給它看就可以了 然後買這個巴士的票呢 一個人是日幣1200塊 好 那我們在坐巴士之前呢 現在還有點時間 我們先去簡單的吃個飯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呢 是島原城的正門的玄關的部分 然後我們看到後面這邊的石原呢 它們這些都是400年前就留下來的部分 以前的那種城很有趣的一點呢 就是你為了要那種 每一座城你要展示自己的能力 它們就會在城的入口 也是就是現在我所站的這邊 放一塊叫做禁食的東西 就在我後面的這一大塊 然後禁食越大呢 就代表他們這座城的人呢 就越有能力把那種大的石頭搬過來 所以說你要看一座的那個城的 它的那個規模或者是能力來講 就是入口的這個禁食呢 就是一個非常值得參考的一個東西喔 這算是一個日本城的一個小小的姿勢 然後現在看到這個城的主體呢 這裡是大概在1960年代重新在建造 不過下面的這些石原呢 就是400年前就是這樣子留下來的部分 所以說來這邊真的感覺還不錯 然後我們現在先坐巴士準備去下一個地方 然後這邊我們等一下晚上再回來看看 聽說晚上這邊非常的漂亮 好 那我們就趕快去坐巴士吧 OK 巴士來了 走車囉 好 我們現在已經上到巴士上面了 然後我們使用這個券就可以搭乘了 然後這個券除了巴士之外呢 其實它有含就是我們剛才外面看到的 那個島原城的入場門票 然後它的假日跟平日是有分開 像我們今天來的時候是假日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可以坐巴士 如果是平日來的話就可以坐到它這個 蓋上旁邊那個導鐵 然後我們可以坐到島原港站 好 那我們等一下的目標 是要去這邊一個叫做清流亭的地方 對 身為YouTuber界的清流 當然一定要去清流亭走走 然後另外因為這是日文的關係 所以如果怕聽不懂的話呢 它這邊有一個QR Code 掃了之後裡面有語言可以切換 就可以看到中文的介紹囉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就是清流亭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個像這樣子 流水的涼亭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島原這個地方真的是很適合慢活 你可以來這邊比如說花個兩三天 然後就慢慢的去品味 慢慢的去品嘗一下 就是這邊在地的那種慢活感 感覺很不錯唷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是市民莊 這個地方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是日本的那個有形的文化財 它裡面的建築物非常的特別 就是它的主建築物是 基底是立於池塘之上 所以等於是周圍都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池景 然後進去市民莊的話呢 大家大人一個人310塊 不過如果你有買這個的話呢 它的票價是含在裡面的唷 這個茶是用這邊的湧水所煮的茶喔 真的是湧水耶 大家可以看到嗎 它那個底部的地方 就是它這邊的那個泉水湧出來的地方 這水真的是太清澈啦 OK 這個是這邊的島原名物 寒沙羅市 有點像是蒼園一樣的東西 我們來吃吃看吧 蒼園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是清流亭他們這邊的一個觀光的center 然後這邊裡面有賣很多伙伴 然後像這個呢 不得不提就是他們這邊很特別的那種溫泉的成分含在裡面的麵膜 等一下買回去 晚上如果在飯店的時候可以試著來試試看 好 我們來買麵膜 吃這個券可以打折喔 謝謝 YA 振興經濟… 各位晚安 我們現在晚上呢又再到來到這個島原城這邊 大家看到這邊它現在那個打燈打上去超級漂亮 然後他們現在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活動叫做夜之鎮 然後聽說呢就是裡面會有一些就是很特別的一些光影之類的展示嗎 嗯 不知道 總之我們先進去看看吧 好 附帶題如果利用我們今天早上買的這個券的話呢 就可以有優惠的500塊 500塊就可以就可以買到入場券囉 那我們進去看看吧 喔 它的城門現在就有開一個小洞喔 我們進來吧 我們看到有一個手電腿 我們有機會 你們這種方式逛日本城我還是第一次啊 對 有種凌紅蝶的感覺 喔 這種體驗真的是 就是別的城體驗不到的喔 然後這邊呢一樣就是有展示這些說明的東西 然後一樣可以利用掃QR Code來切換它的說明文的語言喔 然後大家知道嗎 其實為什麼我現在展示這邊有很多關於那種基督教的東西呢 其實以前日本他們也是在這個地方非常盛行基督教 但是因為後來德川家康吧 就是他後來就決定說禁止那種國外的教進來的關係 所以很多當時的教友們就開始用想辦法 去把一些比如說那種類似基督教的神像啊 或者是一些畫呀 把它們藏起來 或者是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呈現 像是看一下這一個 像這個我們這樣看起來很像是一個觀音像有沒有 但是其實它是聖母瑪利亞的畫像 當初就是利用這種方式來隱藏 就是他們的信仰的那個部分喔 我覺得像這樣子在這邊 像這樣還可以吸收到一些歷史的知識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喔 對 大家知道像這邊所展示的一些盔甲 這些都是之前的這邊的武將的實際穿過的盔甲 讓人肅然起敬的感覺 對 我現在來到了這邊的城的三樓 大家會發現這邊顏色是不是又變得不一樣 剛才在那邊紅色 這邊是藍色 其實它每一層樓都有它各自的主體 像剛剛紅色就代表是那種戰爭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待會兒那種氣氛 另外這邊民俗展在大家藍色 它這邊是以這個島園這邊的泳泉為主題 所以說它這邊的燈就是使用藍色 哇 我們到了展望台 哇 這邊看出去好漂亮喔 而且從這個角度看出去大家也看到 島園城印在天空上耶 大家有看到那個城的輪廓嗎 而且這很神奇 而且是用相機比較看得到 肉眼的話就比較難看得到 相機買對了 OK 我們現在出來了 我覺得它晚上這個展覽很棒耶 而且因為它裡面那種氣氛的感覺 會讓你覺得說跟白天那種很不一樣 而且因為有手電筒的關係 你其實在看展覽那些時候 你會更加的用心的去看 雖然說晚上進去的票價 比白天還要再貴一點點 大人的話一個是700塊 不過當然你有那個84券的話 是可以比較便宜的啦 然後我是覺得這邊還滿值得來的 白天值得來 晚上我覺得也還滿值得再來體驗看看 尤其是最後那個打在天空上的那個城的影子 我真的覺得超震撼的 大家一定務必要自己用自己的肉眼 親眼來看看喔 各位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今天我想要帶大家去這邊附近的一個公園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後面這個 這個龍起來的這個座山 它其實是30年前那個爆發的時候所形成的一個平城新山 然後這個它是位於那個浦賢岳 這邊浦賢岳的一個半山腰 然後這個新山好像就是當初噴出來的那些龍眼什麼 然後累積凝固起來所形成的一座新山 真的是可以感受到那種大自然那種神奇的奧妙之處 好 我們現在來到平城新山的另外一側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這邊有一片像是草原的地方 然後仔細看一下上面有很多那種大顆的石頭在那邊 那個都是那個 這一座平城新山當時爆發的時候 它所熔岩跟石塊等等之類的 而且火山爆發那時候是他們的6月的時候 然後後來9月的時候因為這邊又下大雨 然後又造成有那種水災 所以這邊也有一種土石流這樣流過的一個痕跡 真的在這邊可以看到很多那種 大自然所造成的一些痕跡的那種感覺 任何不愧是那種地質公園的一部分 各位 這邊旁邊有一座叫做梅山 梅山它的位置就在我們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聽說這座山號稱為日本的三大南日之山 很難管理的山之一 因為它上面的土石都是比較偏那種砂石的那種 所以說很容易就這樣流下來 因為你可以看到那種白白的地方 那些都是有砂石流落下來的痕跡 而且因為這種地形的關係 所以說它們有的時候會那種災害 土石這樣衝下來的時候就會形成像是這個 海面上的這個流山 然後後面的那一座 這一座也是從那邊流落下來的土石形成的山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聲音 就知道這邊離海邊非常的遠 然後旁邊這邊看出去海底就非常的漂亮喔 附帶一提這邊的河豚也是很有名的 這個位於海邊的這個致富公園 我真的覺得在這邊散步起來感覺還滿愜意的 而且大家知道嘛 其實版本龍馬跟這個島園這個地方其實有非常深的淵源喔 像龍馬當初登陸九州就是從這個地方 然後這樣過來來到島園之後呢 才到經由這邊到場地去的喔 嗨 我現在在試這個島園的面膜 對 保養呢不只是女生的專利 男生也要懂得關於 對不起 撲面膜的時候不能有表情 所以說我現在講話會這樣子 不好意思啊 那我們就明天 不能笑 不能笑 那我們就明天再繼續帶大家去看一下 島園這邊有什麼一些好玩的地方吧 上面這邊附不到 我也什麼東西 OK 我們現在又來到了島園城 然後這邊我覺得他們還滿用心 就是在規劃他們這個城的周邊還有一些活動 像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邊有一個シロキャム 也就是說它這邊遠遠看到的那個露營車有沒有 你可以在這邊跟他們租露營車 然後住在這邊 然後你晚上你就可以透過露營車 看那個島園城的那個樣子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耶 然後他們有分成像這種拖車的 跟這種露營車都可以住喔 好 我們現在進去裡面看看吧 我們有收獲得他們的同意 我們可以進去這露營車裡面看看 OK 它這裡面就是你可以付費 然後再體驗這種坐著露營車 然後看著前面城堡的那種體驗 然後裡面的感覺就是像這樣 算是比較小而精美型的露營車啦 然後這邊是它的睡墊 然後下面比如說有些可以收納之類的等等 然後有衣櫥 跟像是比如說冰箱 冷氣機 還有這個 電器電器 微波爐都有 算是還不錯的啦 OK 然後另外呢 這一個地方就是拖車 拖車的這邊其實更加的小而精美 像進來之後這邊有一組桌子 然後一樣是有冷氣機的 然後像是這邊有一個 這應該是小朋友可以睡的吧 比較小一點的床 然後一樣是應有盡有 然後坐在這個沙發這邊呢 你就可以這樣… 將將 島原城就近在眼前啦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上他們的島原城官網去看看詳細的情形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米燕 它這邊如果是假日來的話 你還可以去租這個像這個 Hakama就是那種故事的和服這樣 然後你可以穿著這個呢 然後在這個島原城附近走走散策 感覺也是還滿不錯的 而且現在只要租的話呢 它也會送你一些小禮物 大家來的時候也不妨選一下吧 好 我們穿完這Hakama呢 它旁邊也有一個梅園 然後如果你季節對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梅園這邊拍照 然後目前我們來的時候呢 好像開了大概六層左右吧 我們來看一下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天守的裡面 然後我們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外面可以看到什麼 我也還沒有看到外面的景色 來囉 せーの 牽手看出去的景色超美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島原城周邊的 以前那種武家 就是武士他們家的 那種古早的房子這邊 然後我們去稍微逛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逛一下之後呢 差不多今天的旅程就差不多要進入尾聲囉 看到牌子了 就在前面 哇 以前的建築物就是像這樣子喔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下面這邊有一個水溝一樣的東西 以前他們的用水就是直接用這邊 水溝裡面的水 然後這個裡面就是他們以前的武士的家唷 這個是他們的廚房 各位 以前的那種武士的家呀 他們像那種和式的房間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完全可以一覽無遺 如果他們把門全部打開的話呢 繞一圈的話就等於是看完他們家全部的模樣了 我們現在在的這一間 它雖然外面是寫理髮廳 它這個洞建築是大正時期就已經蓋好了 以前是理髮廳 然後現在是你可以來這邊喝杯咖啡 或者是吃清食的地方 他們就是那種保存 以前那種古代的一些建築物 就留在這邊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有意義喔 剛才他們以前古早時期的理髮椅 還有保留到現在喔 我現在來到這棟建築物也是以前的酒廠 他們現在就把它稍微整修過 像比如說它這個桌子就是以前那個 釀酒的時候那個蓋子把它反過來 然後就變成像這樣的桌子 現在雖然這邊已經沒有在造酒了 可是就是還有保留著一些 就是當初在造酒的時代 人那時候留下來的一些東西 我真的覺得還滿不錯的喔 他們這間店好有趣喔 就是一樣呢這個是從很久以前 就已經有了這一棟建築物 然後前面這邊是賣一些居家用品 還有任務 刀具類的東西 然後就在這間店的後面 居然還有一個別有的洞天 可以在那邊喝個咖啡 然後好好的放鬆一下這樣 我覺得真的還滿不錯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的話呢 也可以來這一間店來看看 然後如果要來的話呢 我覺得我還是建議大家 自駕可能會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雖然說這部影片好像去了很多地方 不過其實我們點跟點的移動呢 大部分都還是開車比較多 所以如果大家要來的話呢 建議自駕也許是比較適合的喔 好的 我們現在又回到了島原車站 然後以上就是我這一次來到 長崎縣島原寺的一個簡單的 慢活輕旅行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我覺得這邊真的還滿適合 就是比如說你來這邊好好的放鬆 然後在這邊走在他們這種古老的街道啊 然後邊看以前留下來的痕跡 然後邊好好的享受生活 我覺得這個過程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開心的喔 然後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呢 下一次的旅行也可以不妨來到長崎縣 島原寺這邊走走 晃晃吧 然後他們一些相關的資訊呢 我會放在YouTube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內 有興趣也可以去Check一下喔 那今天的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下次大家也來島原這邊走走吧 跟著我唱片 每次好過癮 好早晚的書籤說我包給你 打包好心理 就跟著阿倫一起去旅行 到日本體驗 文化好風景 跟著這段旋律 創造迷惑的回憶 下一段旋律 創造迷惑的回憶 下一段旋律 創造迷惑的回憶